香港疫情持续反复 近日新增确诊病例大幅增长 不明源头个案增多 11月24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在当天会见传媒时表示 面对疫情 特区政府将采取一系列措施 加强疫情防控 采取应检进检 愿检进检的措施 都会有这些取样本屏的自动机 我们也都会将这种派发样本屏的服务 扩展到去全港121间邮政局 和也都跟港铁公司商量 扩展到去的主要港铁的站里面 更加方便市民愿检 可以得到免费的病毒检测的服务 11月23日 香港特区政府正式推出回港疫计划 有数据显示 实施首日经回港疫计划返港的总人数 约为2140人 当被问及香港当前疫情形势 是否会对计划造成影响时 林郑月娥表示 该计划暂时不会受疫情影响 昨天开始的回港疫 我们大概有两千两三千人 是回了来的 如果大家看过电视的访问 这些长期分隔两地 回不到来香港的香港居民 有了回港疫计划 都感到是很安慰 可以回来了 这个计划是不会受到今次的影响 因为回港疫计划 它的地位是内地和澳门 内地和澳门 现在的疫情控制得非常非常之好 所以在这样的大前提之下 满足香港居民 希望能够回香港做各样 比如复诊 比如做一些个人紧急事务 比如探亲 这个我觉得应该继续进行 日前香港特区政府实务及卫生局局长陈兆史表示 特区政府计划向新冠肺炎确诊者发放一笔五千元港币的津贴 此后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也在十一月二十三日介绍称 津贴发放框架已初步确定 目标对象为在十一月二十二日或之后在本地确诊 因留院影响收入而面临经济困难的香港基层居民 消息发出后引发热议 对子林郑月娥表示 这一政策的初衷是帮助基层人士 将继续完善细节后公布 我们的初心就是帮一些 他会因为确诊入院 而套用罗志光局长说 首庭口庭 就是他打散工日工 主义此类 希望能够帮助到他们的生计 无论如何 我们没有偏离的初心 初心都是为了帮助一些基层 首庭口庭 出现经济困难 但是即使澄清了这个计划 都还有些细节 未处理好 处理好我们会再交代一次 谢谢大家